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老式油条最简单的做法 各个蓬松渲染,颜值在线 刚出锅,表面是酥脆的 放上一会儿,特别的渲染 学会了,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看一下,各个蓬松 首先准备一斤普通面粉 加入油条蓬松剂6-7克 再加入2-3克的泡打粉 这个泡打粉最好使用无铝性的 对人体没有伤害 4-5克的白糖 打入一颗鸡蛋,60克左右 搅一搅,让食材融合在一起 用265克的凉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成基本没有干粉的面絮状 加入20-30克的食用油 继续搅拌均匀 面团先不用下手揉面 先不要下手揉它 搅成团 盖上盖子,享受10分钟 10分钟以后 按板上抹一点点油 然后把浇好的面团一大按板上 从中间向外揉 用这种揉叠面的方式 不要揉面 然后边缘叠加 揉出去以后再叠加 用这种叠加反复操作 反复叠加揉面2-3次 揉不出去的时候醒上一会儿 再揉 然后从顶部给它卷制起来 整理一下 把它放在保鲜袋中 卷起来,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一晚上 第二天早起 先把这面团拿出来回一下温 也就是不让它特别的凉 按板上少抹一点油 咱们用油按来操作 然后把写好的面团倒扣过来 反面朝下 然后直接擀开擀薄 大面片擀好以后 我们给它切成2厘米的宽条 然后把两个面条给它对叠在一起 注意哦,叠放的时候 因为这个面特别的软 可以给它往前送一送 然后用手在中间的部位压一压 压出一道痕迹来 提起面积,轻轻拉成长 这样一个油条的生皮就制作完成了 锅中提前把油烧热 油温大约大至七八成热 看一下快速有气泡产生 油热以后放入油条生皮 看到有不值的地方给它做一个形 稍微推一推 然后给它立马翻面 油条会随着油温的升高 两个油条就自动的分开了 反复翻动油条,让油条上颜色 喜欢吃酥脆的可以多炸一会儿 表面金黄即可出锅 表面是酥脆的,掰开里面看一下 里面各个都是空心的 再来一根看一下 如果喜欢吃,平时不会炸油条的 可以复制海卷这个方法哟 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